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丁丁科技说 我是尔特 那iQOO NU7在刚刚已经发布 那我手里刚好就有这么一台iQOO NU7 那么这台手机到底怎么样呢 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来简单了解一下 到底如何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那iQOO NU7有三款配色 几何黑印象蓝和波普橙 我们手里的是波普橙 橙色象征着热情奔放 而波普就是艺术界的朋克摇滚 印象蓝和波普橙都采用了素皮工艺 带来柔软舒适的卓越手感 那几何黑则是AJ玻璃工艺 同样握感出色 那后置镜头模组采用了云梯设计 正面屏幕使用了一块三星E5柔性直屏 电源音量按键全部集中在了右侧 那核心配置方面 iQOO NU7搭载了天机9000PLUS 携手支持Sovet控制器的超频版UFS3.1和6400Mbps增强版的LPDDR5 组成的性能铁三角 让性能全面提升 在散热方面 刚刚的iQOO NU7发布会上官方公布了一组数据 那iQOO NU7配备了4013平方毫米大面积VC均热版 面积相比前代提升了167% 达到了行业低梯队的水准 导热性能直接拉满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可以说是狂喜了 那在摄影方面 iQOO NU7配备了5000万像素OIS超感光主摄 120度超广角镜头以及一枚4厘米的微距镜头 OIS光学防抖和OIS加ES融合视频防抖的组合 无论在拍照还是拍视频 都能让普通用户拍出超稳定的画面 拒绝帕金森 那超感光OIS主摄在夜间拍摄中 哪怕场景昏暗依然可以拍出明亮清晰的夜景照片 及视频 当然最让我感到高兴的还是游戏方面的配置 iQOO NU7在独立显示芯片Pro家的加持下 帧率高帧功耗和游戏视觉都有着显著增强 双止360Hz触控爆点率加2000Hz瞬时触控采样率 并且屏幕支持左右区域分别按压对应两个压力操作 分别映射两个按钮 操作逻辑与传统压杆肩键一致 按压执行一次映射 松手执行第二次映射 让你在射击类游戏中快人一步 这次针对iQOO NU7还配备了三款游戏外设 分别是让你身临其境的iQOO TWS Air无线耳机 让你快人一步的iQOO闪电手柄2 以及在散热方面更上一层楼的iQOO急风散热被夹NU 续航方面iQOO NU7拥有着5000mAh的超大电池 120W超级闪充 在设置中可以选择默认超级快充模式 开启急速模式9分钟充值50% 让你再无电量焦虑 这一次内容就